關於機車會的事情 我們後來因為疫情關係就取消了 讓我們稍微切 然後之前有給你介紹過我們的機構 可以簡單的介紹一下 其實我們的機構是在1991年 在韓國創辦的 那我們機構的使命就是想建立一個 沒有機會的世界 然後優先看作RT的權利 我們現在全世界每年製作 大概20萬個弱勢兒童 那我們主要的工作內容是 兒童群全力參與 然後也做一些參與的工作 那我們目前在 這邊是中文的第二 目前在43個國家 有做相關的社區發展的工作 其實有一點 就是社區發展 可能中文也滿了解 直接跟世界展望會 等一下我們去那些發展中國家 透過教育、衛生、醫療等等的專案 來幫助他那邊有一些 然後我們是屬於聯合國最高全線的會 所以說我們跟 所以說我們跟 UNDP、UHCR等等的 有很多 有很多合作 另外我們也是很看中 那個社會企業 包括MFI這一方面 我們成立了另外一個 Global Impact Foundation 那它就要是在 世界各國幫人做一些微型貸款 或是投資一些社會企業 合作社運動 對 例如說我們在那些非洲國家 幫助它們 一些咖啡豆等等 然後幫它發揮咖啡豆 主要是幫助那些合作社 非常好 對,非常好 對,非常好 那我們台灣是在去年7月正式成立了 那我們現在有五位同事 那我們能夠申請到這個 市場中心是因為我們申請到那個 那個兒童權力公約的一個 一個推廣的專案 那我們現在想要透過線下跟線上 來做兒童權力的推廣 那我知道你們對這方面 比較有經驗 特別是線上的 而是數位權力的話 是,我們還算是 主要是參與權 那我先簡單的介紹一下我們的課程 那請 這個課程其實是在韓國已經推廣了二十年 二十年 二十全力的教育 那這主要是針對小一到小三的 一堂課有四十分鐘 那每個小朋友都這個十二張圖片 那像是他有玩的權力 那是聯絡過公園三十一頂 那小朋友可以放這裡 或是放在學校裡 那主要是透過卡通人也知道說 讓小朋友知道說他有哪些基本的權力 那他懂得被權力激發到的時候 他懂得怎麼保護自己 然後他也懂得說尊重別人的權力 那不能說上課的時候 不能講話這樣干擾到別人受教育的權力 那除了這個之外 我們還有兩個視頻 主要都是有一些卡通人物出來 就是讓兒童可以明白的方式 讓他知道說 兒童權力公約的內容是什麼 等等 那我們這樣注意符合 之前台灣不是也發佈了那個 兒童權力公約國家報告 那時候國際委員他就是有監議是說 就是台灣適合 需要有一個教材是適合兒童的教材 那我覺得剛剛好可以 我們可以fit這一塊 那我覺得這是跟never對台灣最大的貢獻 就是說我們可以 因為過去還過二十年經驗 我們都可以免費的到學校可以交 那其實他們是很看中教育的 那我們願意都分享 然後現在的話 我們跟那個新北市教育局合作 新北市教育局他有請其他學校 就發文給其他學校 請他們跟我們聯絡 目前大概有十五加左右的學校 邀請我們過去 那 那 這都是小學嗎 這就是小學六年都可以這樣嗎 還是你有特定學習這些單 這是我們的小 這個課程是 Child Awareness CIA課程 主要是針對小1到小3 我們有另外一個課程 不過那個課程我們正在開發當中 還沒有翻譯出來 那 對 對 那 那 我們也 就是我們現在 就是說 意思說我們現在也 因為現在引擎的關係等等 然後我們也想把這個數位化 在西方說有一個網站 是RT 也就是RT為本的一個網站 然後我們把這些課程 數位化之後 他們也可以透過線上學習 那不過這個 這個網站也好 這個平台也好 對 那 所以主要是關於 就是在台灣推廣耳朵權力的部分上 也詳細叫 唐正文你的意見 因為其實 就是我們之前 我們 這上面也幫忙 安排夜師等等的 但我們 發洩在台灣推廣 這個最困難的是 那些夜師 他們都 聽耳朵權力公園 都覺得很模糊 他們 catch不到 如果說 一些路士耳朵 他沒有吃飯的話 肚子餓的話 那比較容易推廣也好 或者說比較容易募款也好 那 他就決定這一塊 因為大部分的人 還沒有這個意識 覺得說 就是 不覺得這個很重要等等的 那 在韓國的話 是小學教育都是義務性的 所以學校一定要 就是要學兒童權力教育 那 就是我在 想說 在台灣的話 我們可以怎麼推廣 比較 可以跟政府一些接藥 或是其他單位行鑑 希望說可以幫助 政府這一塊 可以做得更好 有什麼想補充的嗎 就是我們也有 夜市面考慮到說 比如說爸媽會覺得說 他小孩學兒童權力到底好不好 因為有些爸媽可能就覺得說 他知道這麼多權力之後 會不會造成說 爸媽管教他的時候會說 媽媽我有什麼什麼權力這樣 對 然後就是夜市會想說 這樣 因為最主要讓小朋友 學習得懂權力 感覺要有爸媽的支持 然後就想說 怎麼讓爸媽可以 也可以一起了解 然後一起支持這個東西 不過小一到小三的話 他們的父母理論上是 解嚴之後 受主要教育的一半 對 所以就是比較 因為如果你說高中 或大學生的話 當然他們的父母有些 也許還是在教育前 受主要的教育的 但是如果像你的 第一階段是 就是面對目前七歲到九歲的小孩的話 他們的父母大概最多也不過四十幾歲 那這樣子基本上 主要的教育是在解嚴之後受的 所以 我想當然 不免還是會覺得說 那小孩會頂嘴啊 什麼東西 但是 那是已經比較正常的 就是民主國家裡面的想法 是說完全那種 教官式的那種 威權教育 大概也不是特別主流啦 以三四十歲的家長來講 所以我覺得這是一個 蠻好的時機點 如果你們是以 就是 前兩個學習階段 為主要的目的 那 另外一個就是說 你們這些 著作權啊 什麼 圖片 當然都是你們自己的 對 那所以 其實理論上 你剛剛講說把它改做 不管是變成線上的數位 等等這些 你不用問過任何人 對不對 你自己做就做了 對 那這樣子的話 是比較簡單的 其實 像最近 就像你說這個 因為疫情的關係 很多這種桌遊 就是大規模 大家一起玩的遊戲 也都在試著把它變成說 小孩一兩個人在家裡自己 就可以就可以玩的 它還是保留桌遊的一些成分 它不像說動手做的成分 但是那個高固動性的部分 可能就比較少一點 因為畢竟就是二十個人 圍在一場桌子上 現在是比較少人這樣子做的 對 像那個 那個美勞教師 最近不是很紅的那個嗎 他的做法就是說 他把他的作品 上載到 iPhone跟Family Port 然後呢 他直接把那個QR碼 或者是那個序號 貼在他的網頁上 那這樣子 如果你要一個 3D的陳時中部長 然後有一個空的那個 對話空 你可以在裡面寫任何東西 好像叫許童 是不是 我沒有記錯的話 對 那他就是直接把他的作品 等於 開放讓任何人 直接去他巷口的超商 就可以列印 那列印的時候 因為他有一個選 比較重磅的紙 就比較接近這種紙 而不是就是一般的影印上 所以他列印出來之後 他就可以好比像說 這個蛋糕店啊 或者是 這個社區活動中心啊 或這個排泉道 他就可以真的把它折起來了 然後折起來之後 他就變成一個3D的 他可以放在這邊的 那你這些卡片 同樣他可以按照順線剪下來 對 所以就是說 你這整套都可以變成是 小孩或家長 自己變成一個類似 勞作 手作 的一個材料 那因為 如果你是高年級或中學 那純數位的就是這套iPad 是可以的 因為他們已經理解到說 就是操作跟抽象中間的這個轉換 所以他們已經有一個社會化能力 但是 對於第一學系階段來講 如果他摸不到的東西 其實還是不存在的了 對 所以我會覺得 當然也許到三年級好一點 但是如果一年級二年級的話 我建議還是有一些 我們說 Tangible 就是痛得到的東西 只是說 你不要大家都圍在學校 對 所以我覺得就是 上載 某些他可以折的 可以自己剪的 可以什麼東西 把這個一個一個元素 變成他可以下載 然後列印等等的這個東西 我覺得是特別好的 那現在 網路上已經有很多 自從就是 那位朋友 就是後來還做了 我的機器人的人偶 這個爆棚之後 也有很多的畫家 開始把他們的工作 往這個方向去做 什麼台灣黑熊啊 什麼之類的 現在都往這個方向 那這個對你們幾乎是沒有成本 你只要找到一個 就是摺紙的 設計者合作 因為你的素材都是現成的 那你也許可以適度簡化它 就是說 不一定服飾店 或者蛋糕店是必要的 對 那你把它適度簡化之後 這些卡片可能才是最重要的 那你就是 告訴小孩說 你就選iPhone 輸入這個序號 他就會 你要選 比較硬的那種紙 然後A3 硬個三張 出來之後 有一張是盤面 那另外兩張 你快剪下來 就可以完了 那我覺得這個是 在現在這個時機 我覺得 比較好推的一個公司 是 是 是 那請問關於 線上的那個 二層學生工具學校 因為 因為你也知道 做一個平台是 就花很多時間 等 或是金錢等等 那我們要怎麼 確保說 到時候我們開發出來的 這個學校 就是很多 小朋友願意上 就是要弄一個很好玩的遊戲 這個遊戲不好玩 小孩就不玩 真的就是 實情如此 對 那我之前有翻譯過很多 互動的遊戲 好比像說 有一個叫做 《信任的演化》 那個很多人玩 然後 有另外一個叫做 《別讓圖行不開心》 那最近才翻譯了一個叫做 《和焦慮一起冒險》 《和焦慮一起冒險》 我覺得是 特別適合 就是我們叫手遊 另外兩個都是 在大的螢幕上 就平板 或者是電腦 還是比較適合一點點 雖然手機也可以玩 但是 就是 《和焦慮一起冒險》 它是純粹在手機上面 就是有很多選項 三選一 三選一 就可以玩的 那我會建議說 如果就是 你連得上網路 用電腦 或者用iPhone 就試著玩玩看 就叫做《和焦慮一起冒險》 對 那那個的好處是說 它的遊戲引擎 是完全拋棄著作權的 所以你裡面的人物 角色 對話 音樂等等 全部都可以客製化 你改了之後 不要付授權費 事實上 我翻譯的那些遊戲 全部都是在 對 而且呢 你也不用去付錢 給App Store 就是9塊美金 還有什麼 審核上架 什麼東西 如果它變成你的網站 一部分 那小孩覺得好玩 它就安裝到 它的手機的 Homestream 那它可能 以後就是 就算沒有網路也可以玩 那這樣子的話 我覺得它就可以隨時 就是分享給它的朋友 因為對它來講 只是分享一個網址而已 那這個筆子就是 你要App來下載啊什麼 要它容易很多 那也許你對不同的權利 也許可以開發不同的劇本 或者不同的遊戲 對 那我覺得這是一個 沒有成本的東西 因為對你來講 只是抽換它的視覺 聽覺素材跟劇本 那但是素材你們本來就有著作權嘛 那所以只是劇本需要花一點時間設計 但是你們就是本來也是有 對這個很熟悉的同仁們嘛 所以也不一定要就是 請一個導演或怎麼樣 也許你們自己討論一下 也可以做得出來 哇 這樣子是不是 哇 這樣太好了 這樣豐富很多 嗯 請問那個在政府層面的話 因為現在好像 那個課綱它 就是我們沒有 所以它必定要融入這個素養 可是它怎麼融入是 每個學校的課發會 跟老師自己決定 啊 自己自己決定 對 所以它我們就是現在 變成所謂柔性課綱 以前是說 國立編藝館的時代 是說你要用這個教材 就非得教不可 嗯 那到九九課綱的時候 是說你非得教這些不可 但是民間可以有很多版本 但是現在是說 沒有你校令必修 校令選修 校等課程 加深加廣 每個學校自己還可以 再放一些它新的這個東西進來 只要它能夠扣合到素養 所以往好處想是說 嗯 各種各樣白話其放 但是往壞處想就是 各縣市教育局 它的權力反而比教育不大 那各個學校的可發會權力 反而比教育局大 因為它是完全就是下放到 每個教學現場自己去選擇了 對 它會變成一個像是市場機制了 就是老師如果用你們的教材 教覺得很棒 那它只要橫向的推薦 你都不用幫忙去說服別的現實教育局 因為他們都有共同貝特的社群 那馬上就死在 就是大家都可以自己去揪團做這個 那桌遊是非常非常好 就是因為對老師來講 就是因為對老師來講 他把他的這個結構化認知的這個邏輯 已經事先把它想好了 對 那所以桌遊現在是非常popular 只是說因為桌遊那麼popular 所以桌遊的那個需要好玩的門檻也開始學長穿高 因為有非常多人對這麼重要 所以畫好玩的話老師也會覺得 那我有更好玩的可以選 對 那因為就是我們現在因為 因為我們現在就是想要 就是邀請我們過去上的學校都 都比較偏遠一點 例如說什麼外力啊 金塞 是啊 那我們就是我們也要培訓職工等等的 是 那我們現在就找職工 就是面對有點挑戰 對 我們說職工的話可以跟哪些團體 推薦的合作嗎 不過我想先詢問是說 這個職工是他要到學校幫忙帶這些活動 還是他是幫你們研發或者翻譯這個教材 他是前段工作還是後段 前段工作 前段工作 但是就是從他的角度來看 他就是學會這個 對對他就是像你們在海國的經驗 他通常是用什麼系統來組織的 嗯 因為前段工作他需要一個使命感 對 他就是 對 韓國的話一般是大學生跟一些媽媽們 就是我們給他們培訓之後 他們就可以進班教課 OK 嗯 媽媽們的話 我不確定 就是 目前有哪些已經組織好推動 然後決定公約的 可能 就是媽媽們的組織 台灣最有名就是主婦聯盟啊 但是他們現在是就是共同購買啊 共同發電啊 等等等等 作為他的主要的訴求 那當然主婦聯盟基金會的執行長 每個禮拜 就是都在這邊參加V台灣小送 參加成人和 那之前也在就是NPO界服務很久 所以也許可以就是問問看他的興趣啦 就是不是合作社那邊 是基金會這一邊這樣 對 因為主婦聯盟是一個就是 專門發展各種合作社的基金會 所以基金會是有點像一個育成中心這樣子 對 那這是可以考慮 那大學的話 我覺得比較適合的就是大學社會責任計劃 呃 簡稱USR 那很多大學現在都把就是走入社區 那帶領學生 有的是翻新他們的校舍 有的是去確保說他們的學校可能因為少資源化 怎麼樣子 呃就是他的教學資源比較不足 那去幫他找線上教學的這個資資進來等等 對那這些都是算在他們的學分裡面 所以說對他們來講這個是大學的一堂課 而不是說他的好像校外活動 或者是額外的智慧活動 那這樣的好處是說因為這樣子經驗會累積 不但在學章節上也會累積在這個教授身上 因為這個教授等於就是把帶著學生到比較偏遠的學校去擔任這樣的服務工作 當作發展他們的創意的一部分 也就是說不是只是一般意義上的按照你們的設計方法照表巧合的資格 而是說你這些學生他可能本身就是視覺傳播體系 或者是右腳或者是等等相關的科系 那他在運用這個過程裡面他也可以有所創法 那這個創法也會變成他在校的成績的一部分 所以就是把他們不要當作只是前台的服務員 而是把他當作我叫做共同創作者 那這樣的話就比較可能去拿到USR結合的資源 USR有個推廣中心也可以直接看他們的網站或給我看 那請問一下政府層面 不曉得政府層面有說對這種課程會審慶不住的關係嗎 USR本來就是非常多錢 但是我們四年的社會創新行動方案 八十八億嘛 USR就佔裡面的相當大的比例 對那所以其實是很多錢 那但是就是因為他是每一個學校 自己去找他的信任的NPO去搭配 所以很大程度上就是看那個老師 覺得說讓學生去進行這樣子的工作 他自己能不能因此學到東西 他不會只是志願服務而已 而是說這能不能變成結合他的教學 那這個就不是我們在中央政府 能夠判斷一個大學自治嘛 對所以就是你必須要贏取老師的信任 就是教授的信任 那這樣子的話這個經費是非常充裕的 好這樣子 你們歡迎孩子的權力還沒什麼 嗯 因為就是兒童權力都放了滿廣的 然後也比較抽象 那我們就想說 如果我們把其中比如說受保護權 然後抽出來像針對反霸凌啊 或者是反霸凌等等去具體化 在學校教課程是可行的嗎 可以啊沒問題 嗯 主題會就是結合了政府政策 或是 比如說反霸凌變化等等 我想這當然可以 因為 其實我們就是 被通權力保護的法制上面 特別是在反霸凌上面 其實本來就有教育部的相關的一個資源嘛 就是應該是CSRC那邊的一個資源 那其實如果你到Iwin 就是I.win.org.tw 那它這個也是一個民間的機構 那它就包含衛福部的心理諮詢 教育部的網路霸凌 警察局的這個檢舉告發 等等的這些全部都 這個資源都列在上面 那它有一個宣導專區 那它目前就是專門 放在網路霸凌 私密照的外流 網路素養 網路安全的道具申請 跟校園宣導申請 這五個方面 那這五個方面 我想跟你們的工作都有重疊 所以也許可以多了解一下Iwin 目前的業務項目 那他們也有跟就是 現有的一些NPO 就是互相結合 那當然就是 對他們來講 當然農友是越多越好 他不會覺得說 多一個有沒有什麼問題 這樣子 因為你可以看到農友這邊 包括展翅協會 副緣會 兒福聯盟 或者是立心 張老師 少全輝 梅關 這些都是 在這個領域 終於長當久的 所以 不管你是跟這上面的 這些朋友們 有很像的連結 或者是你也願意 變成一個Iwin的夥伴 我想他們都是非常 就是open discussion 就是可以談在這裡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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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真的告訴我們很多資源 沒問題 謝謝 知道說可以怎麼跟他們做的一些 謝謝 好 還有什麼可以答應的 另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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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就想 請教一下 對我們未來在台灣的發展 對我們未來在台灣的發展 我們今天會去國會會簽約 我們跟他們合作的是 資工派遣計畫 他們會派資工到我們的蒙古跟人家 是 是 國會去到美國 對 另外就是我們禮拜五 會去外交部簽約 外交部會支援我們去 在印度蓋水塔 讓印度知道到台灣 之前有很多愛心聯事 現在也願意幫忙 那 那我們 我們現在也是 那個 就是 我們在裕恩有那個敵位 小燈姐 你們建議說 我們可以怎麼 善用這些網絡嗎 讓台灣可以 可以 更好 是 我想這個就是 我不知道你們是不是已經有接觸 就是台灣一個叫公益交友站 mpost.tw 那應該是 您剛剛講的這些 橫向網絡連結 至少就是在網路媒體上面 聲量是比較高 是 的一個組織嘛 那其實 公益交友站的經營團隊 現在的 總部就是 這裡 所以 他們也是這裡的音樂團隊 特別是在這裡 對對對 那事實上現在這整區 就是 台灣社會文化協會 他們來經營 來接觸經營 那 在我的辦公室 就是一樓那個音樂中心 也一直都是等於 mpost的朋友 會註點 所以我會建議說 其實就 沒事 如果你們離這邊不遠的話 就是多來設創 那因為 我記得二樓 對啊 就是說 你們在二樓是 incubation 就是一個 浴城 但是一樓 就是營運中心 就是 應該 我要想講就是說 呃 浴城的那個program 他有他自己的邏輯 但是你可以不理 就是那個邏輯 你可以自己多到一樓來混 那就是 雖然就是 呃 對大家來講 可能就是因為你是新駐團隊 所以會有一些 可能夜視啊 輔導啊 分享啊 但是可能要把它看成 是雙向的 就是說 也是把你們的裡面 能夠傳遞給其他的新創團隊 嗯 那有些新創團隊 他本來沒有很明確的社會使命 那希望能夠因為認識你們 而 呃 讓他們更有社會使命 那反過來講就是說 如果剛剛在講的就是 在國際合作 或者是 上面有些舞台等等的話 那你 你也需要內容嘛 那所以就是 你在這邊認識其他社創團隊 他們就是你的內容 是 那但是就是說 這個浴城的這整套之外 因為反正npost的團隊 就是這個的經營團 對 是同一組人 所以大家就沒事就 呃 稍微運動一下 走到一樓 然後找營運中心的朋友們多聊聊 那我覺得這也是一個 很具體的一個做法 哦 還好 謝謝 那 所以地下室你們沒有 沒有運用 工作空間 所以就主要是二樓 對 OK 地下室是要辦展覽啊 或什麼是很方便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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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當時就是我們也協助他們 跟所有相關的部會 一起去參考澳洲的 有一個國家的就是兒童權益保護的人權的委託會 那他是等於超人獨立於行政體系之外 还能够去监督校园里面的体制做得更好 所以办了一个读书会 然后让大家理解澳洲的系统 我们如果要参考的话 在台湾接下来监察院 就会有监察院的人权委员会 那他那个人权委员会 跟我们行政院里面的提醒 要怎么样子有什么价钱的可能性 因为监察院这个是全新的 没有人知道要怎么操作比较对 所以到过读书会的方式去找出一些可能的方向 那未来也可以给所谓的人权监委们去做参考 但是这个倡议它就是从 就是大家觉得不能再发生类似的事情 等等的这个个案来去进行倡导 我想各位在NPO工作应该比较熟悉 就是所谓倡议型组织它的运作方式 那这个在台湾也是很常见的 那或许这也是另外一个可以参考的方向 就是除了扎根可以离之外 也偶尔做一些倡议这样 各个案的 就是未来不要再发生那些事情的那种形状和倡议 是 好谢谢唐政委 我们在短时间内我们得到太多宝贵的资讯 谢谢你们 你们希望读者是什么面临层 嗯 嗯 就是希望是大概二十几到四五十这样子 就是等于网络原生时代 对对对对 然后到就是早期的网络移民啊 如果四五十的话对 那原因是因为他们在社交网络上面比较活摇吗 就是因为我们是脸书和爱之豆 但是我们的素材或内容可能会就是做一些改变 然后YouTube也有 但是主要就是放一些我们的教学影片 或者是介绍的片这样子 我是觉得说因为现在初期你们想要先确保大家有听过 所谓台湾号流去協会嘛对不对 是这个概念 我会觉得说还是要有一个大家能够亲近的一个代言 不一定是人啊 一个代言物 會比像說衛福部的小編的柴犬 就是風柴啊 就非常的紅 那為什麼那麼紅的原因是因為 你覺得你可以跟他非常快速的互動 因為他不用去買什麼圖褲啊什麼 他只要回家拍他的狗的照片 就變成今天的一個梗了 所以他這個梗的產生是非常及時的 他不用等別人去產生梗 也不用去寫段子 他每天跟他的柴犬互動就變成衛福部的宣導 那這個操作是非常非常成功 對那我當然不是說你要這個立刻就去找一隻貓貓狗 但是但是確實啊 在網路上面呢 可愛的貓咪的傳播率是比可愛的小孩還要好的 那而且尤其你們現在的主張是說 兒童要知情同意等等 所以也不太可能真的去找一個可愛的小孩 來當你的代言人似乎跟你們的品牌價值有違啊 對那但是就是有某個代言的貓或狗或肚子或什麼之類的 總是可愛的動物啊 我覺得是基本款 那有這個就無論如何傳播率就會增加 那如果沒有兒子是一個比較抽象的 就是一個大人抱著小孩的這個概念的話那就比較困難 所以即使你要用你們的這個圖啊 這個嘛對不對 對這個Logo 對這個Logo 你可能 因為這個Logo它的好處是說 它的排名非常廣泛 對那就是好比張說 Nothin about us without us 所以是要inclusion嘛 對不對 就是一個end嘛 ampersand嘛 那但是它的壞處就是說 它並不是有年人化的可能性 我看到一個ampersand 我沒有辦法把它年人化 它並沒有什麼人味 對 所以你可能要去把它想辦法年人化 把它變成 這個真的一下子才能看清什麼動物啊 可能要運用你們的創意 對 不好意思我剛剛想到一個就是有說關於痛點 然後我就想說 兒童權力的痛點要怎麼讓大家可以 馬上可以關心這件事情 然後我一開始想到就是跟霸靈相關的就是 因為我們教材裡面就有說到尊重他人 然後有尊重自己的權力開始 你要懂得要尊重其他的權力 是 這樣可能也可以降低霸靈的發生 是 然後我想要請問說 還有沒有更可以讓大家關心這件事情 除了霸靈以外 還有什麼方式是可以切入到兒童權力 OK 我們來看一下 不被歧視的權力這個也很好 因為你要在網路上擴散 大概不外乎就是非常好笑 就是非常幽默 跟讓人義憤甜音啊 大概就只有這兩種動力是特別有傳染力的 幽默不加 幽默是一個 然後義憤甜音 就是outrage 憤慨 憤慨 其實是另外一個 那幽默的就是 找個可愛的犯人 弄個文科圖什麼 這個我們當然已經考慮過了 那您剛剛講的就是說 反霸靈的就是不受到任何暴力的權力 這個當然是很容易就是 就是你只要找一個個案 他是被霸凌什麼等等 當然都會讓人義憤甜音 那像教育部之前做過一個很有效的操作 就是去請一些很有名的youtuber 去分享他們在小時候 被歧視的一些語言文字 然後縫在他們的就是學生的制服上面 那那個就是同時結合不被歧視的權利 跟不受到任何暴力的權利 因為他不是只是在講我對這個個體的霸凌 他是在講說他對任何 好比像說身高 體型 性別氣質 等等的這個整體 集體的這樣子一種歧視 所以他就同時具有個案的效果 因為畢竟是一位王虹 那更有通案的效果 因為他是對一族人的歧視 所以我會建議說 反霸凌還是一個非常好的一個詛咒 不應該從這個詛咒上偏掉 但是這個霸凌呢 跟個體的霸凌 大家看過一分點一下就忘了 但是如果是對群體的 就是剛剛講到的這些 氣質啊 或者是就是身高體重 膚色等等 那這樣子就結合了不受取歧視的權利 那這樣他比較有可能會造成一個長期的印象 也比較有可能造成他一些的重病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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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得到很多幫助 對啊 沒問題啊 這個我們再次強調 我們就在一樓 我們也是很好的一群 所以 偶爾願意爬個樓梯 我們就可以多聊聊 好啊 謝謝 謝謝 謝謝謝謝 謝謝謝謝 謝謝 謝謝 謝謝